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分享的是俗语 玩有三不端,没有三不见 你知道多少? 人到中年,多看看 人的一生,有痛苦的痛苦 也有成功后的爽快 在此期间,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用古人的话来说 人生最大的理想 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一个人长大到一定年龄 父母老了,孩子小了 中年人是家庭的支柱 这是人生的黄金阶段 但也是生活压力下 最容易犯错误的阶段 最可怕的是 作为家庭的支柱 一旦犯了错误 很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玩有三个不端 这个碗指的是饭碗 但你也知道在中文 中餐碗不仅仅是指成饭碗 而是一种生存技能或职业 说白了就是你生命的资本 可见饭碗的重要性 事情越重要就越诱人 如果你不小心拿错了工作 后果会很严重 亲戚朋友的碗不端 农村人说端碗就是吃饭 如果你能吃 你就能活下去 因此 这里的端碗指的是生活和工作来赚钱 亲戚朋友的碗不能端 也就是说你在找工作或者合伙做生意 尽量不要找亲戚朋友 俗话说 拿了别人的碗 一定要帮别人的碗 也就是说吃了别人的饭 就要为别人做事 为什么不端亲戚朋友的碗 乡下人认为 给亲戚朋友做事确实很难 一般来说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拿 他亲戚朋友的碗 吃亲戚朋友的饭 要认真为亲戚朋友做事 为亲戚朋友做事的经历 要比别人高几倍 亲戚朋友不一定认可你的努力 所以吃力不讨好 不要拿亲戚朋友的碗 如果你是亲戚朋友 你会增加更多的关系 这使得工作关系非常微妙 如果处理不当 很容易导致亲友疏远 甚至破裂 与亲友合作 更需要大胸怀 大格局 更需要不计较 不计较 虽然是亲三分相 但也要明确界限 把握好尺度 这和亲人要生 陌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友类似的道理 不端来的时候晚了 如果你饿得慌 有人会叫骂你 然后给你一碗饭吃 所以在别人家 侮辱人格的时候 吃别人给你的一碗饭 是普通人无法接受的 也不会拿起那碗食物 古代名人志士的故事很多 讲的都是不会接受的时候 农村有句俗话说 能吃笑脸粥 不吃苦脸肉 就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告诉大家 人一定要有志气 要有骨气 不能有奴言压唤兮 做任人宰割的仆人 这样的人 只能做别人的附庸 听别人的话 让别人随意摆布 成为别人不尊严的帮凶 红英明曾经说过 如果你讨好世界的便宜 你会遭受天道的损失 在普遍的世界里 从来没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 你总是想摆捡便宜货 最后什么都没有 想想韩非子中 守株待兔的故事 宋人本有良田一块 靠辛勤劳动 收获可观 某 在天树下休息时 他发现一只兔子 突然撞死在树桩上 他大喜过望 想等兔子 便不必在地里工作 但是当田野里长满了杂草 就再也没有这么好运了 一切都有因果关系 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就无法收获成功的果实 越是免费的东西 成本往往越贵 似乎不劳而获 后果往往难以承受 著名作家蔡冲曾说过 早拿的 回头还要加倍付款 手掌向上 端着碗向人索取 那叫讨饭 手掌向下 凭自己的能力吃饭 那叫自食其力 想要的东西 靠自己的能力挣 没有经验就积累 没有知识就学习 人生就是靠自己成长 不端旁门左道丸 古文有言 不求非分之福 不 贪得无厌 金钱对人的诱惑 总会激发人性中 罪恶的一面 甚至毫不犹豫的冒险 有些人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 愿意以身是法 赚不易制裁 走旁门左路 众所周知 这样获得的好处 不仅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更是自毁未来的愚蠢做法 曾广贤文中有一句话 君子爱钱 取之有道 赚钱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更要有自己坚守的底线 千万不要轻易打破 任何不易之财 都是生活中看不见的陷阱 一旦深陷其中 就很难逃脱 三不见 不进后门 俗话说 靠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靠自己最好 当你处于低谷时 你会发现 除了你自己 世界上没有人能依靠它 除非你还有价值 与其拉关系走后门 求别人给机会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不如静下心来 思考自己的长处 思考自己的未来 制定好路线去做 只要你有足够的价值 你就是靠山 没有贵人从天而降 有的只是自己的努力 而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被揭穿 不但事情做不到 反而会毁掉性格 做人要有尊严 靠自己的实力说话 只有德性配位 才不会担心 不进天门 天与正相反 天门只是来路不正的歪门邪道 有危险的谋生之路 人生再累再难 也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而不是捞天门 走捷径 去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 聪明最终会被聪明误解 基础不稳定 道路会越来越窄 不能练习真正的技能 没有真正的技能 总有一天会露出限量 勤奋地走每一步 才是最好的路 人的一生都是坦率的 我们做生意 才有长远的发展 才有更好的机会 千万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 做见不得光的事 其实等于自封退路 不进急门 曾国藩曾经说过 中国有半个圣人 一切都是因为忙而错 所以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就是要一个一个做 只要能冷静下来 你就会赢 慢慢吃 慢慢做事 一口吃不胖 但一个错误 会毁掉大半辈子 求快不如求稳 不要急躁 遇事 三思而后行 有多少人 因为冲动急躁 而做错了大事 遇到事先冷静下来 做事也不急 俗话说 事急则变 事慢则远 沉着气 你就赢了一半 有些事情 必须一步一步地做 焦虑是没有用的 假如基础不稳定 做事过于急切 不仅会疏漏 还会失败 以前的努力都会白费 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必须稳扎稳打 一般来说 生活在世 做人做事 一定要记住 不进这三门课 做人 脚踏实地 才能远离麻烦 拥有无限的后福 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 行出状元 任何事业 只要真的努力 真的是利他主义的好事业 最终都会取得一些成就 玩有三步端 做好自己 自食其力 才能知足常乐 没有三步见 守住底线 稳步前进 才能长久生存 我们周围经常有这样一群人 表面上看起来温柔和平 从不与人争论 更不用说冲突了 似乎处处合群 似乎总是在人群之外 平时沉默寡言 但一发与必正中要害 知道如何隐藏这种沉默 控制全局的勇气 大致若愚的清明 是强者必备的城府 真正隐藏的人 往往有这些特点 看看你有没有 我们喜欢躲在黑暗中 洞察一切 在一些聚会场合 我们总是发现 有些人不喜欢说话 但他们微笑着 看着别人不发表评论 我们认为这是礼貌的 事实上 事实并非如此 这样的人善于观察和学习 学习公众的智慧 与其夸夸其谈 不如真正厉害的人 明察秋毫 保持沉默 隐藏自己 众所周知 别人在暗处 自己在明处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另一方面 别人在明处 自己的暗处 往往能赢得胜利 能制服别人 懂得观察的人 思路更清晰 也会认真思考生活 不会感到困惑 真正的成功 不是粗心大意 而是细节决定成败 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人 往往越来越强大 与他人不同的是 所有成就大事的人 都懂得用静止来理解 往往不多多逼人 因此 学会躲在黑暗中 是一种安静的生活 是不变的 无限的智慧 隐藏自己的心思 不要一提到隐藏 就与欺骗 狡猾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与人打交道时 隐藏自己的思想 不是故意欺骗别人 而是保护自己 懂得韬光养晦 避免成为焦点 避免引人注目 让自己处于隐蔽的位置 避免很多麻烦 在明确的四伏环境中 赢得更好的生活空间 春秋时期 有一位明君 楚庄王 当他第一次继承王位时 楚国被强大的敌人包围着 他们都盯着他 然而 楚庄王并没有努力工作 而是整天招待和打猎 许多大臣建议他不要理会他 他还下了一个命令 谁敢劝他 谁就杀不赦 大臣们怨声在道 却不知道 这是楚庄王韬光养晦的时候 楚庄王花了三年时间 发现了大臣们的美德 默默地清除了 许多不道德的官员 成功地麻痹了敌人 认为他什么也没做 放松了对楚国的警惕 楚庄王开始实施许多强国负民之策 使国力迅速提升 势力越来越大 许多小国纷纷归属于他 他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不明 一名惊人 隐藏自己的思想三年 这是一个隐藏的领域 也是他的力量 工作未知 那些喜欢吹嘘自己的人 往往走不远 没有真正的能力 那些走远的人沉默 但走得越来越远 古人的智慧 有一个安静而遥远的真理 隐藏的人知道这个真理 所以他总是保持缓慢的态度 每一步都很稳定 一般不会回头 就像我们看到的山公一样 别人走走停停 一会儿又快又慢 但整体速度总是比山公慢 隐藏的人想挑山公 用毅力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努力前进 然后走不动 坐着不动 说话谦虚 从不多多逼人 每个人其实都在身上 会有一些不好的根 例如 虽然我们提倡善良 但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粗鲁 野蛮 不合理的人 我们就不会和他们争论 而是选择退缩 因为我们害怕 给自己带来麻烦 俗话说 专摘软柿子捏 很多人会欺负软怕硬 被比自己强的人欺负 他们不敢说话 但当他们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时 他们会再次成功 生活中有些人说话轻声细语 对人微笑 看起来很谦虚 不要认为 这种人看起来很诚实 很容易欺负 而是那种说话咄咄逼人 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能力的人 事实上 外强中单 必须靠自我标榜来表现存在感 一个人说话时 越尊重别人 说明他不仅人生境界高 而且很有修养 这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不需要夸耀自己 很自信 这种人 常常深藏不露 千万不要小看 懂得坚持 不要轻易半途而废 有这样一个预言 所有的动物都会见面爬金字塔 看看谁能成功 一开始 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爬上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动物选择放弃 但没人想到 除了老鹰 早早飞到金字塔顶部 一直默默无闻的蜗牛 也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是的 真正隐藏的人有毅力 他们不仅可以容忍别人 还可以容忍生活中的一切痛苦 平静地面对 然后秘密地努力工作 最终完全崛起 正如古诗所说 十年磨一剑 双刃不适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像老鹰一样 没有天赋 但我们可以像蜗牛一样普通 但坚持不懈 控制自己 的欲望 俗话说 人不狠 站不稳 这句话 不是让人勇敢无情 而是让人奋进 为了成功 我们应该敢于努力工作 以便在复杂的社会中 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一个隐藏的人来说 不仅仅是做事残忍 更是对别人残忍 更是对自己残忍 切断虚妄的欲望 才不会沉迷于享乐 让自己心无旁骛地奋斗 只有这样 才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就 自古以来 能成大事的人 往往对自己很苛刻 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人说酒是长毒 要是刮骨钢刀 是下山猛虎 气势惹祸根苗 为了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总是提醒自己 要切断酒色财气的影响 如果曾国藩 因为焦虑应酬 而犯了酒财气的愤怒 他会写在日记里骂自己 甚至对切 产生邪恶的感情 骂自己是瘦 因此 任何人的成功 都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的自律是隐藏的 持之以恒的 让他成功立业 名流轻时 不吝啬改过 能成功的人 往往不会吝啬于 纠正自己的错误 每个人都有羞耻感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普通人所难做的 就是正确理解自己的过错 人不是圣贤 谁能无过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但成功的人 往往不会吝啬于 纠正自己的过程 相反 他们认为 这可以让自己 获得更好的收获 成长自己 徐杰的隐藏在于 面对当时最大的 权臣严松 和严世帆的父子 经过多年的明争暗斗 他终于剥离了 严松所有的财产 赶回了家乡 严世帆也被法律处罚 当时被严松杀害的人 也是一个宫廷 还启用了门声 也是后面风头无量的张居正 除了很多严松弊正 当他还是汉林的时候 他被派去监督学政 年龄不到三十岁 有人在考试中 引用了西汉杨雄法言中的一句话 严苦恐之者 这句话意味着严慧认为 自己的老师孔子学习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严慧很苦恼的是 孔子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他不能全部学习 徐杰当时可能没读过这本书 给他的评价是你 放在不好的一等 因此 写文章的人找到了徐杰的询问 指出这是杨雄的画 徐杰立即站起来 向他道歉 他认为自己太骄傲了 知识不足 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他非常感谢他的指导 并打电话给他的下属 立即把他变成了最好的一流 赢得了世界谣言的优雅 正如老子所说 大放无鱼 大声牺牲 大象无形 大隐无名 那些处处锋芒毕露的人 肚子里往往没有几滴墨水 真正有大智慧和杰出才华的人往往看起来很平庸 就像天龙八部扫地僧一样 在少林藏经阁四十多年 看着阁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别人却不知道 真正聪明的人必须理解隐藏的智慧 他们喜欢安静和低调 合理地说话和行为 但也有很强的自我控制 总是克制自己的边缘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与这样一个隐藏的人交朋友 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机会 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切记一定要注意身边这样的人 抓住就能成功 错过一生的遗憾 一个人是否值得身骄 看他的衣服就知道很准了 一个人是否值得身后的友谊 看看他的衣服 不是说昂贵的衣服是好朋友的材料 而是看看他穿衣服的态度 有些人穿得很随意 但你可以看到他很舒服 这种人通常心地善良 不太在意 有些人打扮得像个模特 注意每一件衣服 这说明他可能对生活有要求 注意细节 所以 一个人的打扮或多或少能反映出他的生活态度和性格 这在交朋友时是非常重要的 鲁国祭孙的母亲在盛庄代客村重春秋时去世 当地名人都去悼念 曾子和子贡在灵堂门口相遇 门卫拦住他们不让进门 于是两人躲在一边 他整理了衣服 然后门卫同意他们进门 这件事见证了一个道理 但都知道就像他的行者是原来的一样 能够打扮自己也是绅士的行为 这是对他人的尊重 作为一个欺凌后 小时候住在农村 村里很多家庭都很穷 没有新衣服穿 只要村里有人办喜酒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村民们穿着比较新的衣服 妈妈告诉我 有些家庭只穿一套新衣服 谁去参加婚宴 谁就穿一次 平时衣服锁在柜子里 原来那些盛装参加活动的人 本质上是对主人的尊重 不仅仅是爱面子 当你招待客人时 很荣幸看到每个人都穿着得体 你应该多和这些人交流 作为客人 看到主人盛装打扮 是很受欢迎的 大多数来蹭饭的人 都打扮得很随意 还会包很多饭菜 这不是贫穷 而是新贫的体现 这不是待人之道 越值得信赖 穿着越得体 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的个性 穿上自己的风格 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总有人达破常规 以华丽的方式表达自己 不分场合 事实上 没有一件得体的衣服 会让别人感到不文明和肤浅 不同的场合对服装 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 如果你想参加别人的生日聚会 你可以穿得更优雅 在与客户洽谈合作时 你应该更加注意着装 以表达你对他人的关注 或者如果你想 参加别人的婚礼 请穿得更喜庆 如果你参加白色活动 着装要更装重端庄 生活中总有人衣着暴露 不顾场合 过度暴露在衣着上 会让人觉得不谦虚 感觉越可靠的人 在参加各种场合时 对自己的着装 都会有严格的要求 你可以表达自己 不需要礼貌和尊重 经常穿简单的旧衣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很多人随便丢弃旧衣服 也有人把旧衣服 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穿旧衣服清洗 是一种简单的家庭风格 假如有人愿意接受 你的旧衣服 说明对方从不嫌弃你 相反 以你送衣服为荣 一个人的着装 实际上反映了 他对生活的态度 大多数穿着得体的人 都知道如何善待自己 非常热爱生活 他看起来像我以前 认识的一个女孩 他28岁 但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 生活给他带来了很多磨难 但他并不觉得生活不宫廷 每天出门前 他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看他 他始终 保持良好的心态 过上美好的生活 保持良好的心态 过上美好的生活 由于他的乐观 他找到了一个 真正关心和爱他的男人 丈夫说 在他眼里 他永远是一个美丽 自信 像一束光一样生活的女人 穿着得体的人 不会强调穿名牌衣服 但一定要保持自己干净整洁 穿着得体 保持清洁和穿着得体 是自我保健和热爱生活的标志 只有过得好的人 才会全心全意地取悦自己 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走自己想走的路 遇见经常穿旧衣服的人 可以看到三种好作风 首先 他习惯了简单的生活 买衣服 总是物尽其用 从不浪费 他在日常生活中 也很珍惜旧东西 他善于利用旧东西 会考虑买什么 然后他喜欢干净 不会因为穿旧衣服而掉价 人的气质取决于质量 而不是衣服的价格 最后 他珍惜别人对他的好 亲戚朋友送来的衣服 他不会随便扔掉 而是用行动感谢他 其实生活中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 都有什么目的 但是有些人 确实这么做了 例如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 有些人每天都像明星一样打扮 然后 下面的一群人 喜欢送礼物 如果你仔细想想 它实际上 是用打扮来吸引注意力的 最终的目的 可能是让人们付钱 简言之 有些人故意用这种方式钓大鱼 他们的衣服 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也是为了钱 另一个具体点 例如 一些网络名人 依靠自己的外表 和一些特殊的衣服 吸引一群人观看 然后有人开始奖励 他们使用自己的形象 作为赚钱的手段 目标救 这并不意味着 你可以赚很多钱 也不意味着 当你看到别人打扮得很好时 你会犯错误 但不要因为表面的花哨 而失去判断力 盲目追求或花钱 同时 对于那些赚钱的人来说 虽然这种方式可能暂时很酷 但从长远来看 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声誉和形象 所以你必须知道 如何在欣赏美的同时区分它 真正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是 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 和才能得到认可的人 衣着很邋遢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少数人显然有良好的经济条件 但他们的衣服很邋遢 事实上 这些人根本不穿衣服 在他们看来 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更重要 比如赚钱 所以他们没有精力振作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非常坏的人 之前去一家游戏公司工作 发现里面有几个员工穿着 很邋遢 头发好像好几天没洗了 鞋子也挺脏的 然后衣服裤子也不修编 他们似乎专注于工作和生活 而不是外表 事实上 衣着邋遢的人 可能会反映出一些不良的卫生习惯 比如不喜欢洗澡 洗头等等 然而 生活习惯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坏人 有些人只是不想专注于自己的外表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是优秀的人 人靠衣服 马靠安 这句话意味着外在的表现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能力 安装是社交场合的第一印象 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身份 品位和形象 而安装是一种与马紧密结合的工具 它不仅要适合马的身体结构 还要保证骑手的安全和舒适 至于人 靠衣服 首先不能只靠衣服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 不同的人有 有些人注重时尚和品位 而有些人更注重实用性和舒适性 所以 仅仅从外在的衣着来判断一个人是片面的 不公平的 其次 服装的作用主要是在社交场合产生第一印象 对个人形象的构建有一定的影响 一个人穿着整洁得体 符合场合要求 能给人一种品质高雅的印象 然而 服装只是一个表面因素 它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能力 真正有价值的人应该是内外兼修 既有内在的修养和能力 又有外在的得体形象 与马靠安相比 安对马的选择和使用也非常重要 适当的安可以平衡骑手的重量 并保证骑手在骑行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同样 一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选择合适的衣服 为了展现最真实的自我总结 虽然人靠衣服 马靠安 有一定的道理 但衣服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品位 然而 当我们真正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时 我们不仅要衡量外部因素 还要更加关注内部质量和能力 只有内外兼修 才能真正展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一个人这样对待你 不管是谁 都要绝交 没必要来来往往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相处方式 有些人粗心大意 可能不太注意一些细节 伤害了你 但他对你真诚 没有坏心 有些人似乎体贴 但用表面的行为来包裹他邪恶的心 因此 当我们处理与朋友的关系时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从表面上看 而应该看到他行为背后的含义 以下方式对待你的人 不管他和你的关系有多好 不管他是谁 你都要远离他 最好和他分手 背着你说你的坏话 俗话说 人是分开的 有些人你真诚地与他们交朋友 但对方不一定像你一样思考 他们可能会亲密而热情地面对你 背后嘲笑你 甚至你的一些私事 也被视为攻击你的武器 小刘刚上班的时候 遇到一个朋友 性格有点粗心 所以经常一起玩 慢慢成为朋友 但过了一段时间 别人含蓄地提醒小刘说话时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一切都告诉别人 起初 小刘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后来他逐渐发现 他的朋友不喜欢小刘 在某些事情上超过了他 所以 当小刘发现 这个朋友一直在背后说他的闲话时 他立刻和他断绝了关系 停止了联系 和这样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 往往危害很大 他们很可能会在你面前 摆出为你着想的样子 但转身对别人 说一些诽谤你的话 别人知道 你的关系很密切 很容易相信这些话 误解你 所以交朋友 也必须仔细区分对方的好坏 不要 很容易把别人引向自己 牺牲你的利益 人们有自我保护的心理 自然也是自私的 所以有时 我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一回事 如果你需要伤害他人 那么这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问题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为了他的利益 牺牲了你的利益 不管这个利益是大是小 都可以看出 这个人的品行不端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朋友 没有义务为他牺牲 他也没有权利用你的利益 来换取他的利益 会这样做的人 根本不在乎你们之间的感情 而且极其自私 只考虑自己 和这样的人相处久了 无异于和虎谋皮 很有可能 他是背后伤害你最深的人 一味贬低你 不尊重你 看过一个故事 一味的女生长得很胖 和朋友在一起 他总是被取笑 那一个 几个朋友 总是拿他的身材开玩笑 言语充满了嘲笑 女孩喜欢一个男孩 和朋友分享 其中一个女孩脱口而出 不是我说你 就你的身材 哪个男孩能看到你 女孩听到这句话 脸色阴沉 那些所谓的朋友 却觉得他开不起玩笑 是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的人定义 而是被开玩笑的人判断 所有让别人不舒服的笑话 都不是笑话 而是伤害 有些人以开玩笑的名义 嘲笑你 盲目地贬低你 嘲笑你 这样的人实际上 看不起你 对你缺乏基本的尊重 不要忽视一段 不尊重的关系 只会带来伤害 拆除你的平台 以满足他自己的利益 现实中 如果一个同事 亲戚朋友 曾经拆过你 大多数人都会 关心一些人情味 不会那么实力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他眼里 就没有家庭和友谊 而是可以利用你 和伤害你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你不需要 和这样的人交往 因为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选择利益 而伤害 你是那么简单 比如 有人为了自己的口袋 和股票 抢走了你的机会 你以为你和他是朋友 有人用你 和他分享的信息 抢走了你想要的东西 或者抢走了你的生意 抢走了你的爱人 这些都很伤人 现实中 选择利益比 和你的感情好 这种人 是底线比较低的人 在他们眼里 只要是钱 只要是利益 不管道德与否 如果你继续 和他们交往 除非你 也降低底线 否则 你很可能会遭受损失 俗话说 锦上添花容易 雪中送碳难 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帮助你 当然 一定是你真正的朋友 假装不知道 对你的处境 漠不关心的朋友 虽然会让人感到内心的不快 但也只能认清现实 但那种在你落难时 反对你落井下石的人 绝对是心术不正 居心不良的人 犹豫不决 利用这个机会 认清他的行为 一定要和他彻底断交 甄嬛传中 甄嬛一直把安令荣 当作自己的知己 然而 甄嬛失宠后 安令荣不仅对甄嬛 漠不关心 还投靠女王 在女王的支持下 他受到了青睐 相反 他与甄嬛和一个 别有用心的人交朋友 就像在自己身边 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伤害到自己 对待这样的人 一定要尽快认清 自己的真面目 尽快远离 以免继续被他伤害 不遵守你的协议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 基本原则是 相互信任 但总有一两个人 明明 听约定的事情 每个人都按照约定行事 但这种被信弃义的人 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更大的利益 被信弃义 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契约精神 和团队精神 即使在一个家庭里 每个人都需要遵守各种生活规则 不遵守协议的人 无论是在家庭关系 朋友关系 还是同事关系中 都会把自己的利益超越他人 与这样的人有交集 迟早会遭受损失 见面迅速逃跑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安全感 假如你和一个人在一起总是战战兢兢 忐忑不安 那还不如独处 朋友之间的交流 取决于信守诺言 如果一个人可以毫不在意地 放弃你们之间的协议 那么这个人就不值得深厚的友谊 他似乎只是放弃了你们之间的协议 其实说明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他心里没那么重要 他会选择违约 因为他不在乎违约的后果 也不在乎失去你的朋友 在一段感情中 如果两个人的努力不平衡 所以这段关系很难维持 没有必要努力抓住他 和不信用的人交朋友 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因为你不知道 下一刻你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我第一次进入工作场所时 我对同事并不小心 遭受了一些损失 当时 我和一个同龄的女孩 一起进入了公司 我的关系自然更亲密 我把她当作朋友 告诉她一切 包括工作中的事情 对她毫无保留 她表面上离我很近 但她在背后说了我的坏话 把我的隐私传播给别人 甚至用我的想法 取悦我的老板 在背后给我一把刀 这次经历让我正确 对同事关系有一定的了解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敢轻易 向别人吐露真心了 那些面对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请保持距离 这样的人比敌人更可怕 有些对手在名处更容易提防 所以躲在黑暗中 所谓的朋友 往往会给你带来更深的伤害 以伤害你为乐趣 现实中有些熟人朋友 会以伤害你为乐趣 不是很夸张 而是事实 有些人心里扭曲 很高兴看到你受伤 举例来说 有些人故意说难听的话 难道他不知道 这样会伤人吗 他一定知道 只是他更喜欢看到你受伤的样子 他会很高兴的 这种人很有趣 你永远不要在他面前受伤 你应该及时远离他 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事实上 每个人对待自己的约会标准 都是不同的 但无论如何 应该 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及时分手 你会受到很多伤害 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永远不会因为时间长短和地位 而比利益持久 一方想走还是留 另一方无能为力 即使他们尽了最大努力 也无济于事 要知道 感情是一种关系 是一种发生联系的欲望 假如对方已经失去了 对你的这种欲望 那就别自讨厌了 让这段感情彻底结束吧 不在乎你说什么 疏远一个人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视而不见 虽然你在他身边 但他可以把你当空气 在生活中 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但他表达了抵抗 你仍然可以第一次感觉到 最典型的是 不在乎你说什么 无论你说什么 是否与他有关 这些话似乎不能进入他的耳朵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表现 那么他实际上 局不重视你 在他看来 你说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不用费心去听 去理解 去理解 自然也不会在他的脑海里 留下任何印象 另一种可能是 即使他听懂了你的话 他也不想和你有太多的联系 因为他想疏远你 因此干脆装作一无所知 希望能让你知难而退 不管是哪种情况 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 都表现出一种 漠不关心和无理 他既不尊重你 也不关注你 这样的人不需要 花精力和他相处 毕竟 沟通也需要以平等为基础 一种不平等的感觉 即使几乎没有意义 对你的事也不理会 一个不打算和你说话的人 自然不介意你的事 他会选择忽略你的呼吸或不呼吸 因为你不在他的社交圈 他懒得把心思花在你身上 当你不能满足对方的期望 或者他单方面认为 你缺乏他想要的价值时 他会疏远你 通过对你的漠不关心 来攻击你的热情 让你自动退出他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 你的主动只会改变 对方的冷漠和厌恶 你的热情可能会让 对方更加无所畏惧 他把你的友谊当作软弱可欺 把你的关心当作烦人的干扰 他不想和你有交集 即使你在他面前打扮得更引人注目 变得更好 他也不想和你说话 你是平行线 没有焦虑的可能 此时学会平静地接受 不再做任何幻想 专注于自己是对自己的救赎 掩盖你 当一个人真诚地对待你时 他不会抗拒你的热情和主动性 而是会敞开双臂 欢迎你参与他的生活 他愿意和你分享他的快乐和痛苦 并希望听听你的想法和建议 然而 如果你发现他总是对你隐瞒 不愿透露自己的声音 抵制你的主动询问 这意味着他仍然认为你是一个局外人 并故意与你保持距离 在某个时候排除对方 真的很难说 其他不让你认识他 不愿意和你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 基本上都是和你一起玩 或者别有用心 说白了 对方就是懒得和你有交集 他们通常被动地接受你的友谊 享受你的奉承 也就是说 他们不愿意主动打破 为你竖起的高墙 因此 这种不正常的行为 表明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如果对方不喜欢你的干预 请远离他的生活 不要做一个被鄙视和困惑的人 多次给他发信息 他都没有回复 在这时 人与人相处的本质是利益交换 两个人在一起似乎很投机 很可能是彼此之间的利益 会引起对方对你如此热情的投资 如果利益关系结束 也许对方不愿意费心维持 他和你之间的关系 不管你有多热情 他都会故意和你保持距离 忽略你的信息 甚至拒绝你的电话 不想让你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如果你经常在某个时间段 主动联系一个人 他不会回复 也不会为他找借口 他甚至没有时间回复消息 也没有那么健忘 但你在他心里并不重要 真相往往很残酷 一个人对你的消息视而不见 就是不想再联系你 不想再和你有太多的交集 当他多次给一个人发信息 却不回复时 请不要 然后问他 为什么不回复信息 也不纠结和悲伤他 为什么不回复你的信息 但应该选择理解 选择不纠缠 也许忘记江湖是相处的最好方式 经常逃避你的邀请 你来来往往的友谊 值得我们用心维护和珍惜 对于一个想疏远你的人来说 当你热情地想和他们见面吃饭时 逃避你的邀请 是他们传达给你的信号 或者当你打算一起逛街的时候 他们总是缺乏兴趣 不断地拒绝 让你感到沮丧 比如找借口说自己有事走不开 或者总是说改天再说 对你更明显的疏远 是拒绝你以后不做任何解释 心理和行动补偿 当然 打算远离你的人 并不在乎你的感受 如果担心失去你 事后就会主动联系你 解开心中的疙瘩 误会 或者挤出时间和你见面 一直回避你的邀请 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 这种冷漠和决定的态度 已经清楚地告诉你了 如果他不想再见到你 我们就不需要再联系了 人际交往最稳定的方式就是 齐头并进 互相依赖 如果有人想故意抛弃你 不要抱怨愤怒 因为我们不需要把感情浪费在 不值得的人身上 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远离那些疏远我们 消耗我们热情的人 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与你若即若离的分寸感 如果一段感情 让你感到不舒服或不舒服 不要怀疑这不是你的心 而是你注意到对方的疏远 有分寸代表一个人的成熟 但一个对你从来没有过分寸感的人 突然礼貌起来 这是对方发出的信号 他想疏远你 这个时候 如果你面对的话 第一是对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知好歹 只能自取其辱 人生最高的幸福就是感受到有人的爱 如果感觉不到 只能说明对方不是好人 即使止损是你的智慧 也是唯一的答案 没有和你分享他重要的人生经历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 一个人热情地追求纯粹的感情 却被忽视和敷衍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 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浮在表面上的礼貌和亲密 我们根本不在乎 探索和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逐渐升级 你对我好 我也能向你释放真诚和热情 不可预测的是 有些人对你看起来很友好和活跃 但事实上 他们在心里设置了许多障碍 可以升级关系和感情的事情 不会放弃你 也许他们内心敏感自卑 但更常见的是 他们不把你划入自己的社交圈 对你有所保留 对你忌讳 他们不想和你分享 他们重要的生活经历 因为他们认为 让你参与其中没有意义 也不指望你的理解和支持 这种明显的排外表明 你们之间只是浅薄的友谊 因为任何关系更深的朋友 都会暴露自己的缺点 真实甚至尴尬 对方总是对你设防 说明他的心不会向你敞开 你和他之间有一堵厚厚的墙 你无法穿透 如果你主动问对方 或者联系对方 只会被认为是无聊地打扰 因为对方的抗拒和疏远意图是 如此明显 所以不要纠结和后悔 保持适度的距离 或者只是放弃与对方的友谊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人的心是肉掌的 一颗心如果一直主动 却总是遭受冷漠和拒绝 所以主动久了也会累 多坚持也会更多 遇到痛苦 要懂得珍惜你的善良 用心对待你付出的人 双向奔跑的感情会越来越长久 如果一个人总是对你漠不关心 那么就不要让自己卑微讨好 专注于自己现在的生活 当你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一定会吸引同样优秀的人 生活往往是这样的 如果你盛开 微风就会来 今天分享的是子女 有出息的家庭 有这几个大吉之下 会风生水起 有诗云 江山有才华 各领风骚数百年 从世界到家庭 都希望一代人胜过一代人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由于人口基数大 无数的人才会诞生 一代比一代强 这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肯定的 但是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 那就不一定了 父母生孩子就像开盲盒一样 他们生的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 没有人知道 父母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才华平庸 没有能力 另一个孩子才华一般 不突出 父母能怎么办 只能教育孩子 孩子们继续努力工作 有前途的孩子 似乎是由父母培养出来的 但事实上 他们有足够的理解力 不断突破自己 取得成果 有前途的家庭会有这些 大吉之下 暗示着风生水起 一会儿读书 有一点就通的能力 古人有言 书道用十方恨少 是非不知难 不读书 不积累一些知识 当你做事的时候 你真的会忘记写作 什么都不会 如果你不经历一些事情 你就不会经历其中的艰辛 很多人会反驳 在这个时代 读书道研究生不毕业 就失业或者打工 996和工丰一样吗 读书真的有意义吗 我认为 阅读的真正意义 不是让人们变得富有和昂贵 而是让人们积累一定的知识和常识 可以从一个例子中得出推论 三是有一点通过的能力 例如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来理解这个行业的操作过程 你读过书 反应很快 只用了三个月 你能理解操作过程 在更短的时间内 理解一件事 一个问题的本质 那么你就不会有更高的成功率吗 二性谦逊 有不交不交的智慧 周易六十四卦中 只有一个卦象 从头到尾都是好的 那就是牵挂 就连与天地有关的干卦和坤卦也有不好的方面 为什么牵挂能从头到尾好呢 因为谦逊的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曾世强教授说 康熙八岁登基 十几岁出敖拜掌权后 还平定了草原三番 台湾一生都做得很好 这与他一生谦虚 听别人的话有关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谦虚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人性中有虚荣心的特征 一个学生因为某次考试考得好 而得意洋洋 那么他最终会面临失败 所谓全招损 千受益 在一定程度上 即使你是天之骄子 也会走向失败 谦卑到一定程度 即使你是一个普通人 也能受益匪浅 无论是孩子 还是成年人 还是谦逊 都要知道 胜过我们的人 无处不在 第三 懂得低头 有默默发财的知识 一代英雄刘备 看着诸葛亮 说了一句名气千古的话 背不出力气 想要对世界大意 虽然我没有能力 但我希望 为汉朝的世界伸张正义 刘备雄心勃勃 一路低头 在曹操手下 刘备试图隐藏自己 假装什么都不懂 但曹操的眼睛很热 看到了刘备的英雄精神 刘备来到荆州刘表手下 折服在一个县城 低头做事 隐藏自己的光芒 后来需要和孙权联盟 不得不娶孙权的妹妹为妻 还要给年轻一代孙权的叔叔打电话 刘备也承认了 就是这样懂得低头的刘备 从知习伴侣的贫困子弟 变成了蜀汉的皇帝 可以说 刘备白手起家的经历 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 为什么人们需要低头 由于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 自信难以支撑自己的野心 此时选择隐藏在人之后 才有机会脱颖而出 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默默发财 默默发财 积累力量 等待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四善心术 有驾驭人心的能力 父母的家庭教育 决定了孩子能走到哪一步 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 问问自己 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最好 毫无疑问 关于人性的家庭教育 是最好的 一般意思是 教育孩子根据自己的性格 和他人的性格 来调整生活策略 做生意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一部分利润 分配给下属 把一部分利润分配给贵人 把一部分利润分配给靠山 而不是自己独吞 因为生活不是一锤子的生意 知道如何给他们的利润 他们觉得跟随你是有价值的 会听你的话 知道如何给高尚的利润 高尚的人认为 你知道善良 会继续帮助你 知道如何给支持者利润 支持者 认为你很懂事 有人情世故的智慧 那他们就会继续保佑你 所以不就有好的人脉 到处都吃得开吗 只有了解人性 甚至把握人性 才有出头的那一天 夫妻有情 子孙 原生家庭和谐稳定 夫妻有情 千年共枕眠 任何家庭的兴衰 首先要看夫妻能否携手 琴瑟和明 如果夫妻有感情 他们会互相思念 如果他们以感情融化 他们就会切断一切 如果他们以一种方式解决自己的怨恨 他们就会同心同德 他们可以无畏风雨 抵御寒冷 跨越磨难 现实中 钱中书与江阳有益 夫妻和平 一起度过艰难凄凉的岁月 给女儿充满经验的才华 人们说家是福气的源泉 那么 夫妻就是这个源泉 有了这个源泉 幸福之源就会远远流长 现代人讲究出身家庭 夫妻有益 子孙出身 家庭和谐稳定 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孩子 一定要品行端正 开朗自信 人生富贵 只日可待 老人的美德前一默化 孩子的气质 家里有一个老人 如有一个宝藏 但这个老人是不是宝藏 要看他的美德 俗话说 君子之德 一个人的子孙 今天之贵 昨天之功 老年人的美德 是这个家庭的家庭风格 家庭风格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不知不觉中 孩子的气质 是无声的领导 直观的教育 四大家庭树 长辈的美德是土壤 大树郁郁葱葱 后代会长寿 长辈有美德 子孙幸福 繁荣昌盛 长辈失德 子孙遭殃 琐碎颠簸 老人撑起家人的福报 有德者福泽身后 无德者千金散尽 可怜天下父母的心 世界上所有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 大有可为 然而 有些父母不知道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 有些父母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学习 要么强迫诱惑 要么棍子 让学习失去原来的意义 有些父母强迫他们的孩子 孩子作为他们实现梦想的工具 有些父母 有些父母盲目地向孩子灌输学习的重要性 但他们从不学习 对未来没有目标和追求 说实话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教育 如果父母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 他们不会让孩子成为人才 反而会让孩子越来越反感 学习离成人成才的目标越来越远 俗话说 育儿先育己 其实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就是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父母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们必须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只有父母为孩子树立好榜样 孩子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父母的理想外表